和谐幸福学 1.幸福学 让所有不想再饱受情欲饥渴折磨的人 那些百般努力却达不到权位的人 为金钱所困的人 为名所累的人等等 那些达不到欲望得不到幸福的人们 寻求新的路 从生理学和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层面 剖析人们对于幸福追求方面的误区 为人们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欲望 提供一些帮助 2.和谐学 从哲学方面皆是世界运行之道 分析人与社会的和谐状态 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生物圈的和谐状态 描述人与世界如何建立新的动态总平衡 3.和谐幸福学 是贫困者的精神支柱 痛苦者的心灵家园 狂造世界的一抹甘全 和谐幸福学的创作线索 本书是基于人是灵性的社会人为基础的 灵性是指人是有灵魂的 既遵从和受制于生理系统的一些规律 又被自我灵魂所控制和约束 我们的灵魂和躯体互为依托 交互影响 终其一生 个体的身体是由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所构成 灵魂和躯体这两大系统 共同协调和控制着身体内在与外在的行为和思维 社会人反应原理 是基于类似人工智能的系统论述 是抽离掉了灵魂这样的 涉及到非常主观和自由的东西 灵性是本书不予涉及的另一大类 借助中华文明的哲学理念 道为平台 以其整体思维方式 整合西方文明的心理学 生理学 社会学系统论等学科 生发而出的和谐幸福学 这是在对幸福原理做出较为全面的解析基础上 展望人类社会的和谐之道 和谐幸福学探讨个人 在寻求幸福过程中 对社会形成的各种影响 在深入探讨人域的同时 探究幸福与文明互相生发的一些原理 以及个人如何达到幸福的同时 与社会 及自然保持一种和谐关系 该书用八大情绪感 幸福感与痛苦感 与中性感的总称定律 数十个情绪感原理阐述幸福感 和各种欲求的成因与变异 其中纠正了我们很多通常对幸福感的常态概念 并把人欲和幸福与社会 及自然的各种关系深入剖析 分析出个人和社会该如何达成和谐幸福状态 幸福学理论是从分析个体行为反应原理 欲望原理 幸福观形成原理 幸福感原理来构筑的 和谐学理论是以和谐哲学原理 社会和谐原理为基础构成的 和谐幸福学思路构成 加对原有幸福观的重新解构 欲望一称人欲实质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 寻求平衡的反应行为 也是指在个体自身形成的幸福观下 展开的欲求行为 欲望分为生存欲求和生存衍生欲求 生存欲求包括 生命存在欲求 亲情欲求 友情欲求 所谓维持生理正常运作的欲求 和亲情友情的欲求 都属于人类的基本生存欲求 生存衍生欲求 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欲求的基础上 衍生而出的更深或更高层次的欲求 包括名誉 权誉 利誉 性誉 以及其他形式的欲求 所崇敬事物或人 其他各种游乐 其他各种健身活动 等等艺术 文艺 旅游 园艺 等等一切人类所从事的行业 都是为了满 足自己或他人的欲求 情绪 痛苦感和幸福感 可以分两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方面 是自我感觉和情绪方面的 分为幸福感和痛苦感 也是欲求满足与否的表现 满足的欲求视为幸福 不满足则是痛苦 第二个方面是自我评价 或他人对该个体的一种评价 体现在该个体在某件事件上 或某个时段甚至一生是否幸福 这也是自我评判 也可以是他人对自己的评判 这种幸福或痛苦贯穿 与该个体一生的总评价 由大大小小各种事件 既独立成文 又可坠荷而成的个人评价 综合而成 最后在自己临终和他人对自己 盖棺定论中感受到的情绪和事实 欲望和情绪是密不可分的 前者是个人产生各种行为的动力源 后者则是贯穿行为前后的一种评价机制 两者互相依存互相生发 一、人欲和文明、社会等关系 二、人欲与文明的关系 二、人欲与社会的关系 发展稳定和谐等关系 二、和谐与社会 对政府和社会而言 通过和谐幸福学 会认识到社会中两种力量所处的不同状态 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也会认识到个体的不同欲望 对社会的不同作用 这使政府和社会能够用法律和习俗 合理引导和约束人欲走向 既能发挥人欲中前行力激发社会的创造力 又能把人欲的方向和确直 调控在某个合适范围 从而使得社会的平衡机制 得以正常发挥作用 哀哀和谐与人欲 任何要素的不对应性 就会形成人欲的过度泛滥或过度禁锢 一个合理的社会 其要素的对应状态是合理的 其人欲也是相对合理的规范状态的 既能释放人 欲以刺激社会发展 又能遏制人欲肆意泛滥影响到社会和谐 要解决人欲对人类与自然的无情肆虐 就必须解剖其成因 其中最核心的是对幸福观和幸福感 在生理学和心理学 以及社会学方面的解析 对人的欲望和幸福感剖析 会使人们清楚地明白 人欲实现和幸福感 获得所需要付出的相应代偿效应 其代价不仅是个人的影响 而且是社会的影响和自然界的影响 对个人而言 和谐幸福学 对个人的影响的剖析 会使得个人组合和展开自己的欲望时 顾及到欲求实现对自己的种种影响 从而正确地形成 对自身有约束的欲望及行为 C. 人欲与自然和生态等关系 D. 人欲与行为的关系 E. 人欲与幸福感的关系 F. 人欲的产生、转化、消长等规律 两. 高频率欲望目标的达成 不等同于高频率的幸福感所得 通过对原有幸福观的重新审视 认识到追求欲望实现所发生的各种效应 是以改变自身与周围一切失误作为代价的 现在社会的婚外恋和一夜情 可以做到无人所知 然而人们去实现它的后果 会立刻体现在两方面 一改变主体内环境的平衡状态 突破禁忌常识新的刺激会导致改变主体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原有平衡和构成 这主要表现在身心方面 会在强劲刺激下建立新的模式场景 从而使自身行为变异 对突破禁忌的行为有更强的快感预期 这是伴随着对原有生活同时发生巨大的痛苦感为代仗的 也就是说在把新的性伴侣的性生活标记为幸福的同时 原有的性伴侣的性生活就会变为痛苦的负面标记 而改变主体外环境 主体心理和生理构成的变化 其后果是改变甚至颠覆自己原有的生活秩序 突破各种禁忌对自身的身心改变和自身周围环境 包括社会的改变是可观而深远的 因此人要实现其欲望 必须是要付出这些代价的 必然会改变自身与自身所影响到的外环境 其原理在第十七节 欲求与幸福感的一般原理 对个人的重大影响有详细阐述 然而这仅仅是自身发生改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幸福学所研究的更为重要的一面 就是当我们享受幸福感时 这种幸福感其实是伴随着痛苦而来 这种痛苦不但掩藏在我们享受的过程中 更绵延不断地在今后的生活中缓慢地释放着 我们最终所得到的任何强度幸福感 都必将会被同等强度的痛苦感所在常 这就是情绪感小周期和大周期等等原理 这是与我们场景各种确实的新建 或增强有关的缘故 当我们享受到快感时 幸福感范畴 感受和感知确实会相应提高 这会增大我们今后感知这种快感的各种成本 包括需要提高刺激和反应的强度 但提高了强度也就提高了各种确实 提高了的确实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高的大坝 其极具的势能会越来越高 一方面我们享受快感越来越困难 所需要的刺激强度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们承受的这种痛苦也越来越高 享受不到原有强度快感刺激的痛苦 得不到刺激的痛苦 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得到后又不再有同等强度快感的痛苦 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情绪感知发生 延续和消失都遵循着各种原理形成的 也就是说在情绪方面 也存在着类似的能量守恒原理 也就是得到的快感越多得到的痛苦也会越深 二目的 使人们不再盲目追求自己欲望的实现 对自身所追求的欲望 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后果判断 对其产生的各种影响有一个认知 使更多的人能够珍惜自身现在的生境 生活环境 能使自己真正做到知足常乐 使自己家庭更稳定 更协和 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长久幸福 不再去追求不该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不再追求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 不该拥有的性爱 不能担负的盛名 三脉络 一解决个体欲望的错误控制和无序问题 二通过对个体的行为剖析来探究欲望 人欲属于人的行为 个人的行为也是个人的反应 个人的反应包含了内反应和外反应 内反应包含感应反应和感知反应两大类 外反应则是以感知反应为主的行为反应 感应反应是人体的生理反应 感知反应则是人的心理反应 个人的行为是在自身的思维和新价值体系指导下展开的 因为人欲是使人发生有意识行为的唯一刺激源 通过社会人反应的基本原理 对社会人发生各种反应的基本原理的叙述 通过第二章 欲求反应原理 对社会人发生的欲求原理进行论述 B 三种社会原态呈现的不同人欲特征 三类社会原态决定着各自社会人的人欲望的特征 守恒性社会原态的结构特征是 是整个社会处于保守的恒定状态 由于社会不需要过多的改变 因此也使得个体不会轻易改变原有生活秩序 因为个体所受到的刺激是简单的单纯的恒定的 他的人欲也是单一化的 其行为也处于单纯的恒定状态 驱动性社会原态的结构和特征是 整个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 因为社会的变化异常性导致了个体常常处在一种变化的生活秩序中 这种原态结构下的社会的个体 环境是复杂的多样的变化的 因此被其所激发的人欲也是复杂多样和变化的 从而他的行为就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的表现 混合性的社会原态 其社会特征是双重性的 既有守恒性一面又有驱动性一面 其个人行为特征也是双重性的 相对以上两种单纯特性的社会原态而言 混合型社会原态更为复杂 但其社会存在则是长久而趋向一种动态稳定的 也是人类社会目前普遍所处的状态 通过恒定性社会和驱动性社会 阐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 及其导致的社会运作机制和个体的行为 与其闻名的不同形态 C 人欲对社会的影响 人欲控制调整的重要性 I 人欲对社会的影响 人欲的释放和控制 对社会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对人欲的释放 对个人而言 是使其不安于现状 从而寻求突破的唯一动能 是产生创造力的源泉 也同时呈现出破坏力 对社会而言 则是一种对原有事物的重大改变 相反对人欲的压制 则压制了个体的创造力 也使得整个社会 处于一种稳定的保守的状态 社会存在的三种现象 恒定性社会原态下的 严格控制下的稳定现象 驱动性社会原态的 主动诱导释放人欲的动态现象 处在不能有效形成秩序和规范的 混乱性社会下的 混乱无序的状态 如果人欲不能有效的遏制 通过不断的突破禁忌 来获得快感和平衡 因此道德法律等各种规范 就会不断的被突破 社会从而失去有效的制约 社会的秩序会变得日益混乱 最后导致崩溃 挨挨人欲控制的社会原理 对人欲的控制 也是对行为的控制 各种行为规范 就是对人行为的控制和规范 这也是社会建立 和存在运作的基本要素 如果人欲和行为 处在无序混乱的状态社会 同样也是无序和混乱的 对人欲的释放和限制 是社会的调整 如果过度泛滥或过度禁锢 则是调整中的波动 总体上是需要恢复的 对人欲的限制和释放 是需要有幸福学理论的依据 对人欲限制到何种程度 为何限制 如何限度 是幸福学探讨的重要问题 通过对幸福的各种重要原理的研究 来正确地认识幸福的各种问题 让人类个体重新审视 自己寻求幸福的行为 让人类对追求幸福的行为 重新做出合理的调整 以符合人道和天道的和谐 II通过对幸福的终极问题探讨 来认识人欲和幸福感 通过第三章 幸福原理对社会人的幸福观 和幸福感的各原理进行论述 D 人欲的遏制 不会对个体的幸福感 获取造成本质的影响 通过欲求与幸福感的一般原理 对个人的重大影响 认识到人欲对幸福感获取的原理 认识幸福感一般原理 对人如何发生重大影响 通过社会体制 对个人欲求与幸福感的重大影响 认识社会体制 对个人特定和普遍的人欲形成和幸福感获取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以上两节 可以认识到对人欲的控制 不会对个人享受幸福感 发生任何本质影响 反而有助于个体降低作用力的输出 而获得同等幸福感享受 一、不同社会原态 对人欲不同控制 二、驱动性社会 对人欲的无法遏制 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 近代西方文明更接近于驱动性社会状态 由于对个人自由的高度崇尚 整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 从道德和法律规范上 对人欲做逐节退让 以至于要修改社会规范来迎合人欲 不自由无命死 则被视作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被视作是人性解放 社会对人欲的各种侵犯道德规范的现象 无法做出合理有效的规范和遏制 并且人自身所依从的情感原理 又使得个体需要通过进一步释放人欲 才能获得原有梯度的快感值 而社会各媒体也在迎合大众 不可避免地 需要进一步地加大媒体素材的刺激度 才能有效地迎合大众口味 才能获得利益 而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等等 因为要大众的投票认可 和货币等利益 才能获得生存 因此他们制造出的各种政策和各类产品 必定是不断地投其所好 AI恒定性社会 对人欲得过于严酷的控制 恒定性社会 由于其社会原态 因而对社会处在一种严厉的规范和控制之中 严格控制和规范着各种人的行为 目的是使其处在比较单一的思维和行为范畴中 虽然能非常有效地保持其社会秩序和规范 但会严重地遏制其创造力 III混合型社会对人欲是一种合理的调整 和谐社会通常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体制 它既有驱动性社会的对人欲的释放 又有恒定型社会对人欲的约束机制 它对人欲的控制设定在合理范围 既保证了人欲对创造力发挥 又能保持道德和法律等社会规范 不被其损害 这样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和谐社会 F 人欲的正确控制 二 纠正人在驱动性社会原态下 对于各种欲求实现的错误认知 人欲实现具有四重特性 即相对参照性向上性竞争性 社会性 啊 向上性 是指欲求的目标 在欲求秩序流中是呈现趋高性的 是一种从低层向高层攀附的 正常态下不会发生 由高层转向低层的选择行为 B 相对参照性 B 欲求 性欲求 权欲求 名欲求 的欲求目标是相对的 必须是由参照物作为基础的 是必须参照在自身和他人欲求目标之上的 C 竞争性 由于个体可选择的欲望目标是相同的 并且每个个体的欲望求目标 都建立在以自己和他人的现有生活状态 作为参照体的基础上 这样如果要达成自己的欲望 就必须超越自己和他人原有的生活状态 就必须比他人处在更高层级的社会状态中 才能获得欲望的实现和幸福感的获取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竞争 而且当某甲实现参照体基于某蚁的欲望时 某蚁就会转而处在相对于某甲的低层的生活状态 如此某蚁虽然即便并没有改变自身的实际的生活状态 但他的心理状态却发生了扭转 其他相关的社会人也发生了扭转 因此如果说某人甲实现了欲望 很可能他的欲望实现是已超过了某人以作为代价的 同样可以说某人甲的幸福是以某人以的痛苦作为代价的 D. 社会性 由于社会欲望秩序流对个体的欲求秩序流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而个体也会对社会发生交互作用 因此个体的欲求秩序流会发生改变 会随着个体的年龄智力和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 1. 文明观的解构 也称和谐学是对原有文明观的重新解构 科技经济发展不等同于文明进步 和谐度决定文明度和谐幸福学 1. 文明新探索 1. 和谐之道才是真正的文明之道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取决于社会各要素内部的对称 互补制衡这三大关系是否处于一种和谐状态 其对应度与和谐度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合理的对应性是造就和谐状态的条件 2. 对应性与和谐 对应性是指某个要素内部和与自身相嵌和状态中的要素之间的一种对称的关系 是属于同一事物的一种是否合理运作的状态 对应是指对应着的两种要素之间的对称性 这是一种互相配合嵌套的状态 而和谐是指各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状态 各事物之间是呈现一种互为补充与互相制约达到一种和谐趋横的状态 B. 社会的和谐性 爱人自身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体自身最佳的和谐状态是身心的良好对应 人体生理系统各个子系统互相之间的良好对应 以及人体与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良好对应状态 这就形成了人体自身的最佳和谐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稳定 而良好的对应状态 I. 人与社会的和谐 I. 人与自然的和谐 I. 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B. 国与国 B. 国家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之道取决于以上这些要素的和谐程度 和谐度越高 文明程度就越高 反之亦然 但对应性与和谐性 不呈现绝对的正比或反比的关系 一个对应性越高的社会 其和谐度不一定越高 而文明程度也不一定越高 但一个对应性越低的社会 其和谐度就越低 其文明度也越低 日本帝国时期 和纳粹德国时期的这个社会 本身对应性很高 但其总体文明 它的对应性 可以使它本国 呈现一种整体趋强的事态 所有科技经济军事 都呈现一种驱动性的强盛 都呈现一种相对对应的状态 但它的和谐度就很低 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 与自然的和谐方面 而中国则是从总体历史长河上来看 其和谐程度是相对较高的社会 而对应性也是较高的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对应性 与和谐度的不同阶段 和谐度直接关联着文明程度 和谐度降低 则文明程度也随之降低 因此经济与科技的片面发展 并不等同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真正文明的人类社会 是能够与自然界和谐的 长久共存的一种社会机制 我们汉文明历经六千年的传承 从事实上就证明了这点 C 社会的对应性 而社会体制和社会总机制的对应性 社会体制必须对应于社会机制 社会机制必须成何于社会体制 两者关系必须是对称的相容的 如果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不相对应 就会出现社会混乱无序的状态 最后导致分崩离析 如社会机制属于驱动性状态的社会 而社会体制只能对应于 恒定性状态的社会机制 则该社会的驱动力释放的能量 就会超过该社会的平衡机制 所能提供的削减的平衡能力 社会就趋向崩溃 反之亦然 挨挨社会总机制自身的对应性 社会机制是指由驱动性和恒定性 这两种力量构成的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 如果存在着某一方面过度强盛 另一方面过度衰弱的不对称现象 会导致两种状态发生 一、驱动性力量过度发展 会导致人域的过度泛滥和科技畸形发展 二、如果恒定性力量过度发展 也会导致人域的过度压抑和经济科技的过度维米 两者状态都导致社会畸形 YII社会体制自身的对应性 社会体制是一种社会的组织构架状态 和种组织构架状态形成不同的社会体制 其中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分支组织构架 形成了总体组织构架 任何分支自身构成 也需要各种组成部分的一一对应 如经济体制是由农业体制、工业体制、商业体制 这三方面构成的 其中这三大体制必须相对应 才能使经济体制有效地发挥作用 而社会规范的体制是由道德规范体制 法律规范体制、其他规范体制 这三方面构成 也需要互相对应才能发挥正常作用 必须对应于总体构架 科技与经济必须对应于社会总体制的构架 一旦科技由于外来原因 比如科技输入等而过度发展 而相应的社会总体制 却无法消化平衡 由于科技带来的种种经济和军事的连锁反应 就会导致社会的激情化 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崩溃 呈现一种不对应状态 如由于某种外来干预或援助等等原因 导致军事过度发展 而其他构架过度维靡 而呈现出的不对称状态 各种媒体对人欲的极端强化 另一方面 社会的道德法律等规范的松懈的不对应性 二 人类文明状态的和谐原则 二 总体状态 世界始终是属于一种和谐与不和谐的循环之中的 无论物种或物质如何变化 都是世界总体状态交互下的产物 在低层级为和谐态下 其他层级总体也是处在和谐态的 相对而言 越为低下层级的事态 越处于动荡状态 越为高层级的事态越稳定 如人体的这个层级 就比人体的子系统层级稳定 子系统层级比器官层级稳定 器官层级比组织层级稳定 组织层级就比细胞层级稳定 细胞层级比生物分子层级稳定 B. 在人类社会与其他元素的世界总体格局 呈现和谐状态下 东西方的社会原态处于合理的状态 C. 在人类社会与其他元素的世界总体格局 呈现不和谐状态下 东西方的社会原态处于不合理状态 D. 在总体呈现驱动性的不合理状态下 某社会文明趋向恒定性原态是合理的 D. 在总体趋向恒定性的不合理状态下 D. 某社会文明趋向驱动性原态是合理的 D. 东西方是世界的两个极性各自对立互根 D. 也彼此转化消长 D. 东方是恒定性社会原态 D. 西方是驱动性社会原态 D. 简介 D. 世界的本源构成 D. 相对独立的事物内部 D. 存在着两种原理构成 D. 因原理和阳原理 D. 这两种原理处在一种道的关系 D. 其中原理间的对立统一 D. 互为消长 D. 相对性 D. 同体性 D. 互根性 D. 转化性 D. 这几种状态和性质 D. 决定着该事物是什么样的性质 D. 碳末与金刚石成分完全相同 D. 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 D. 但物理性质绝对不同 D. 就是碳原子的排列不一样导致的 D. 碳原子的排列方式 D. 就是原理之间的表现之一 D. 该事物是否值得存在 D. 其存在的稳定性和发展性 D. 就取决于原理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 D. 这种和谐性 D. 最终取决于洋原理和因原理 D. 是否处在对应 D. 互补 D. 制衡的状态 D. 这种和谐性 D. 决定了这个事物 D. 是否能够处在长期稳定状态 D. 也决定了该事物对内 D. 和对外处于何种状态 D. 这种关系称之为原理状态 D. 该事物内部的原理状态 D. 和外部的原理状态 D. 也互相影响 D. 该事物的量级和结构 D. 决定着它属于哪个层级的事物 D. 正如我们人体 D. 对于自己的肢体而言 D. 是上一层级的事物 D. 而我们人体 D. 又属于人类社会 D. 人类社会 D. 又是地球这个层级的子系统 D. 世界是有各个层级的系统构成的 D. 每个层级都有各自相对独立 D. 又互相依附的同一层级事物构成 D. 比如地球 D. 它的子系统就由人类社会 D. 生物界 D. 自然界等构成 D. 而地球和其他星球 D. 形成了太阳系 D. 太阳系和其他恒星 D. 形成了银河系 D. 宇宙就涵盖了更多子系统 D. 人类社会 D. 就由各个国家这样的子系统构成 D. 每个国家之间的对应关系 D. 就构成了外交处在什么状态 D. 是战争 D. 和平 D. 冷战 D. 国家内部也由各种子系统构成 D. 政治机构 D. 社会机构等 D. 就是它的组成部分 D. 社会机构里面又有社区 D. 学校等等 D. 一直到人类个体 D. 每个层级的事物 D. 是相对独立的事物 D. 它们之间是一种对应 D. 互补 D. 制衡的关系 D. 它们是属于同一层级的事物 D. 才会有着这样的三种关系存在 D. 而子系统 D. 则是独立事物内部的 D. 各自相对独立的事物 D. 子系统构成了独立事物 D. 独立事物 D. 又处在更高层级的独立事物内部之中 D. 属于子系统的一个系统 D. 也就是说 D. 某个独立事物 D. 既是独立事物 D. 又是更高层级事物的子系统 D. 比如人体 D. 既是独立的 D. 也是家庭的子系统 D. 又是工作单位的子系统 D. 六重层级的事物的对应 D. 构成了世界本源 D. 对称和互补和制衡的动态平衡的对应关系 D. 形成了和谐对应 D. 不对称互补的失衡的对应关系 D. 形成了不和谐对应 D. 二、和谐对应 D. 是事物存续的唯一保障 D. 三、保持一定比例的社会原态 D. 保持一定数量的国家和民族 D. 是为了人类社会的长存 D. 在和谐状态下 D. 只有对称于自身层级的社会原态 D. 对称于自身层级的国家和民族数量 D. 才是最合理的 D. 保持文化艺术政治经济教育等机构 D. 或领域的互相对称和互补 D. 保持社会的组织机构或领域 D. 与相对应层级的生物圈生态圈 D. 自然环境的 D. 为了证明民族性的重要性 D. 对保持独立的民族性做了阐述 D. 人类社会 D. 也有社会民族生态的保存的重要性 D. 对两种力量的和谐有作用 D. 能保持和程序独特的文明 D. 并且在各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中 D. 能反映出新文化新文明 D. 社会和谐对应 D. 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长存 D. 物种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重大作用 D. 无序发展对物种多样性的颠覆 D. 社会秩序对社会长存的重要性 D. 社会道德规范对社会长存的重要性 D. 两种力量的和谐对社会长存的重要性 D. 合理的世界 D. 一个各种层级内部和各种层级之间 D. 形成动态平衡的世界是最合理的 D. 而世界本来就是动态平衡状态的 D. 一时的失衡只是一种调整过程 D. 它的运动都是围绕着各层级的平衡 D. 目的 D. 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 D. 试图在理论的层次建立起社会约束机制 D. 试图以此规范人欲的极度泛滥 D. 并建立起社会心理平衡机制 D. 从而使整体社会处于相对和谐状态 D. 建立社会和谐指数 D. 与社会心理平衡指数 D. 来监测社会的状态 D. 大多数章节都是为了这一节的叙述 D. 而铺设的 D. 为证明得到欲望的满足所付出的 D. 个人内外环境的变化的代价 D. 脉络 D. 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现状 D. 通过人类的困境 D. 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困境 D. 通过对文明的重定义来改变原有的错误观念 D. 文明是一个社会能够相对较好的 D. 把个人与社会极其所对应着的事物 D. 把他们互相的关系协调到和谐的状态 D. 这种和谐状态是最有利于事物存在的 D. 是符合事物运作规律的 D. 通过人与社会论述个人和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 D. 通过与关生命的错觉 D. 探讨人和社会本质的联系 D. 通过和谐原理 D. 阐述文明社会的实质 D. 人类社会合理的发展方向 D. 和谐的社会原态是有序的混合